这是让毛主席都颇为震惊的一幕 1950年5月 一位因为过度劳累病倒的战士 被紧急送往医院 就在医生要检查身体时 他却突然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 一定要女医生 医护人员很是不解 这个叫做郭富的战士要求可真多 因为战功赫赫 还是特等功臣 医院找来了一位女医生 一检查却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这位特等功臣竟然是女儿神 而且已经得了严重的复科病 郭富拉住女医生苦苦的哀求 让他帮忙保密 医生知道事关重大 不敢隐瞒直接上报了 郭富是女儿神的消息 很快就在部队里炸开了锅 战友们都难以置信 这个在自己身边 同吃同睡五年的战友 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这一消息也惊动了中央 不仅没有怪罪他隐瞒身份 还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 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被誉为是现代花木兰 郭富本名叫做郭俊卿 他为何要女扮男装参军 又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暂接着讲 他是现代版的花木兰 为父报仇 剃头女扮男装参军 在部队里履历其功 五年之后 疑似病倒 才暴露了自己的女儿身 被毛主席亲自接见 他就是郭俊卿 他出生在辽宁的一个贫困家庭 七岁那一年为了活命 跟着家人逃荒药粮 来到了内蒙古 没有想到 父亲被地主残害这死 为了报仇14岁的他 剃了光头女扮男装 想要加入八路军 却没有想到 最小参军年龄是16岁 于是他只能谎报年龄 他从通信兵 一直干到了副指导员 跟男兵一起冲锋陷阵 还积极帮助战友 一次醒军的路上 要过一条烟过腰身的河 他为了照顾伤员 主动带头背病号过河 却因为这个 留下了严重的复科病 1948年 他奉命带四班突击 遇到了60多个装备精良的敌军 郭俊卿举着红旗冲在了最前面 副班长在身边重备身亡 他高喊着 为副班长报仇 殊死与敌人搏斗 立下了功 郭俊卿是如何隐瞒女儿身的 后来又怎么样了 点击头像 进入主页 咱们接着往下讲 这是让毛主席 都为之震惊的女英雄 因为出身贫困 父亲被地主害死 为了能够报仇 年仅14岁的他 剃掉了头发 谎报了两岁的年纪 加入了八路军 却凭借英勇的表现 一路从通信兵干到了副指导员 要不是因为一次生病昏倒 被女医生识破了女儿身 一起生活了五年的战友 愣是没有发现他的身份 为了隐藏真实的身份 他不敢脱衣服睡觉 也不跟其他的人一起洗澡 1950年9月 他因为特等战斗英雄的身份 受邀前往北京 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深造 毕业之后 选择在山东青岛的服装厂 担任厂长 1981年 他正式离休 离休前特意申请 将名字改回为郭俊卿 恢复女性的身份 上级批准之后 他的传奇经历 才被世人所熟知 离休两年之后 他因病离世 只有52岁 一生节俭 最贵的已50亿条毛毯 身上只有80元钱 为现代花木兰点一个赞 还有恋人讨论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